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38课的知识拓展部分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课文当中 作者提到了一些 有些旅馆会提供一些 就是一些开水这样的状态的 因为在当时课文里面 施老师已经提过一些 一个客人和一个接待的人员 我们在去入住的时候 所做的一些工作 对吗 我们现在把另一部分给他做完 那就是check out 你怎么去表示要去结账 怎么要去退房 这时候你会发现 比如像我们作为一个接待人员 可以这样去说 Are you ready to check out 您要退房吗 站好下 What's room will you in 您是住哪间房 How was your stay 您入住感觉怎么样 Was everything satisfactory 您一切还都满意吧 Will you be putting this on your card 您能不能把它写到您的卡片上 都可以 站好下 And how will you be paying for this 您是怎么付 比如像您是现金 还是刷卡 站好下 Would you like to speak to the hotel manager on duty 您要不要找这个值班经理去说 这都可以 你看这些词呢 就是都是我们所在住旅馆当中啊 所去非常常能听到的一些话语 那么另一块 当然还可以去说 I just need your room keys please 我需要您的房间钥匙 当然还可以说 Enjoy the rest of your holiday 祝您旅途愉快 但是还可以说 Have a safe trip home 祝您回家一路平安 你看作为一个接待人员可以这样说 而作为我们的客人应该怎么说呢 We are checking out of the room for one 我们要去退401房 Sorry We are a bit late checking out 不好意思啊 我们退房有一点点晚 在往下 I'm afraid we overslept 我们现在呢 恐怕是睡过了 那么在往下 We really enjoyed our stay 非常 这次住宿啊 非常满意 但是还可以这样去说 我们说 We have a few complaints 如果您不满意就可以说 我们有一些投诉 再往下 We'll be back Next time We are in town 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所以你看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客人的所去 要去住的一些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再会理解一下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呢 大家会发现在前方和后方 都可以用这样一种口头表达 去把我们的英语呢 去进一步的夯实 而且要去多方位的去理解这样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的单词和课文讲解完了以后呢 施老师又给大家去讲了一些 在口头方面 我们的一些住旅馆的一些信息 所以正好能够和我们的旅行 去结合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的知识拓展部分 就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